MING PAO TORO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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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在幹嘛? 我在檢查我朋友因為他剛買了一台車 我在幫他看一下他的車況到底是怎樣 因為他這台2011年的 他只有跑2萬7千公里 我是覺得說其實還蠻少的 因為不確定說 這是不是有調過錶的車子 我們看到車子的話我們都會去檢查一下說 他的車況跟他的里程有沒有相符的問題 然後我們車子 因為我剛看他的車頭 引擎式的部分是都還蠻正常的 車子算漂亮 之後我們還會再檢查一下車子的四周 看看說這台車他有沒有哪裡有問題 我看到你這台車目前的里程式跑2萬7千 你這台2011年的車 你怎麼會開了13年 他只跑2萬7千公里 因為我還有別台車 這台比較少開 那其實我們如果說要看這台車有沒有調過錶的話 其實現在消費者都可以直接透過APP做查詢 我們現在只需要說去下載我們的監理服務 然後裡面他就可以直接有輸入車號 然後以及你的年份月份 車牌我幫你輸入進去 像我們這樣子直接輸入進去之後 其實我們就可以看到你之前的驗車里程 那這些都是監理單位他們那邊會有記錄的 所以其實這個我們就比較不用怕說 這台車有沒有被調過錶 我們就可以自己去做查詢 那當然在像我們車商我們在看車的時候 我們也會去從一些小事件去做判斷 看這台車有沒有調過錶 例如說這台車是2011年的車 其實如果說是他有跑到20幾萬或30幾萬的時候 正常他像他一些方向盤 他的磨損程度一定會比較嚴重 以及他的排檔頭跟他的座位皮翼這些 例如說他腳踏板那邊 正常來說那個是不會壞的 所以即使調過錶的車子 他們一般來講 腳踏板那些也是不會做更換 還有一些像這種方向盤的內飾這些 如果說你跑多這種 因為我們的雙手都會握在方向盤 你這樣子摸久之後 其實他都是會有一些掉漆的情況 那像他這台車如果說跑兩萬七的話 正常他這種是都不會掉漆 然後以及他的這些排檔桿這些都媲美新車這樣子 他是比較不會有那種使用痕跡的 那我們剛剛講以上的都是一些判斷的方式 看到他這邊還有一個原廠的標誌 代表這台車都是在原廠保養的 如果身為一個消費者 我們還可以就是從原廠那邊去查說 他之前的保養紀錄里程是多少 來判斷說這台車有沒有調過表 因為原廠那邊是不會讓我們去調整他的電腦里程的 所以原廠這個也是我們身為一個消費者 可以去查驗的一個保證 我剛這樣子看完 你這台車確實里程跑蠻少的 而且車子還蠻漂亮的 不然你不要開回去啦 直接賣我好了 要不然走啊 好走走走 我們裡面寫一下合約這樣子